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聚众系动后谈判 签出暗中暗 警方成功侦破 顺带打掉非法枪支弹药窝点 这俩司机真大胆 开客运车辆竟敢玩手机 网友随手爆料 告诉公安立马处理 严吉一辆货车停在路边 车头起火并办有大量门烟 消防员迅速灭火 排除险情 西房装修难进行 只一房门有毛病 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他才过来安门 然后安门的时候我男朋友在家 然后当时工人在这安的时候 我男朋友发现这个门有质量问题 新衣裳换门无结果 商家又问咋的咯 第一报到今日关注 家门不信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各位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拨打我们的新闻服务热线 0431 8850 1234 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提供新闻线索 线索已经采用 还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不等的一份 现机奖励 我们来看新闻 在咱们东北的秋天 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叫做囤秋菜 那场面真是相当的状况 没错 土豆 萝卜 大白菜 是一堆一堆的占领了大街小巷 今年也不例外 那么今年买秋菜和卖秋菜的都怎么样呢 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打场 10月1号开始 长春市的秋菜已经在市区内一些被街小巷 居民小区 早市场等地上市了 10月10号 距离长春市秋菜销售的规定时间已经半成 上午8点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朝阳区 花店街 秋菜销售点 面对成堆的土豆 白菜 大葱 和各种腌制咸菜所需要的秋菜 百姓购买的热情却大不如往年 随着气温的持续下降 菜浓温的心也好比降温的天气 迎来了一天比一天凉的时刻 平常有胡萝卜 大萝卜 大葱 和五六样的 往年比我感觉不敢往年 没有往年卖的多 今天你看卖菜的好像还没有往年多呢 没有每年好 还是蔬菜今天没有每年多 买的料还可以 今天的秋菜我感觉就是不便宜 现在你买啥你和市场价值都差不多 现在你放楼上很多已经坏了 所以今年就没储秋菜了 没有 不储了 记者来到长春市二道区 经为录与福安街交汇的秋菜销售点 不管是商贩还是买秋菜的居民 都不是很多 相比往年买卖秋菜时 路口的拥挤热闹场景 显得有些冷清 近些年随着城市生态的不断建设 配套服务越来越便捷 潜移默化下 人们纯储秋菜的习惯也在慢慢发生变化 记者发现居民购买白菜 土豆 萝卜等传统秋菜的数量相对减少 小品种秋菜购买量却有一定的增加 常用于烟咸菜的地浆 雪梨红 萝卜等小品种秋菜 仍有着自己的刚需 当位食堂 买白菜 大葱 胡萝卜 芥菜 尖椒 茄子 黄瓜 雪梨红 土豆 地瓜 萝卜 基本上有的秋菜的一样就都得买全了 因为为什么咱们要买这么多 食堂用 这不是当位食堂节约成本吗 秋菜是属于咱们东北的一个习俗特色了 您个人 您家里有没有储存很多秋菜 今年呢 有 有 就是家里老人储存 年轻人反正像我们要是基本上就不存 家里老人呢就是虽然两块葱 一道两道土豆也就这样了 已经自己家基本上不腌菜了都 菜能告诉记者 问价的看热闹的多 真正买的人少 与往年一样 购买秋菜的大多都是老年人 而且现在菜市场和超市里的新鲜蔬菜一年四季品种丰富 方便食汇又保证了蔬菜新鲜安全 所以纯粗秋菜的需求越来越少 都是要长市买起来 都是老大爷 老大娘买 年轻人哪有买的下你们 第一报道 这要精心报道 每年这个时候啊 买秋菜 晒秋菜成为了很多家庭 一件很大的事 特别是老人忙的是不可开脚 其实在秋菜上市之后呢 忙的也不只是囤秋菜的人 还有常出市市容环卫系统也是迎来了一年一次的卫生大考 为了让自己的秋菜能最快入大家的眼 不管白菜还是大葱 菜农们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就连成堆的土豆也是经过挑选 个头平均而饱满 10月10号记者走访长春市朝阳区化电街的秋菜销售点时看到 菜农们在忙着卖菜的时候 还原工人也在忙着清理掉落的秋菜垃圾 秩序井然 在大葱摊前 对于百姓摘掉的葱叶 菜农也整理到一起 随着还原工人不定时巡查卫生 这些葱叶也都被清理干净 近几年长春市场上的秋菜实行净菜上市 并大力提倡秋菜垃圾换田 入市前应去掉老邦烂叶 泥土 修斋干净 入市时 菜农要自带清扫工具及时清扫 秋菜垃圾要装袋带出城外 由于净菜上市 黄友工人们都表示工作减轻了不少 每一个那个秋菜的销售卷配备了专门的四轮电瓶车 三轮电瓶车以及那个清扫人员 但是呢 不光我们的清扫 菜农呢 很自觉的 然后自己及时的清理 我们呢 也是朋友工人做到日产日清 同时记者了解到 长春市的每个秋菜销售点还都设置了指示牌 并标注了二维码 徐民和菜农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秋菜销售的相关信息 到目前为止啊 咱们全市共出动执法银员六千亿人制 执法车辆呢 大约一千五百一台制 清理战斗经营三千四百八十二处 我们引导啊 菜农朋友到指定位置卖菜 大约一千五百一十六人制 新规范呢 整个菜农卖菜朋友大约是三千四百四十九人制 为了及时清除买卖秋菜产生的蔬菜垃圾 咸少垃圾产生量 对拘捕清云垃圾严重影响环境卫生的人员 市容还原部门将依据长春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一报道 只要近新报道 这说起我们的生活无非是衣食住行 说完了吃 再来说说住 今天嫁住在长春市重庆路文化街的李女士 打电话反映说家附近的下水井堵了 一直往外边是反脏水 味很臭 那么现在情况怎么样 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刘斌 刘斌你好 刘斌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文化街 也是接到了咱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来到了现场 大家可以给我看一下 现场就在文化街 咱们这个马路边上 就可以看到这个脏水已经流到了马路上 那这个水到底流了多长时间呢 我刚才来到现场的时候 也是询问了住在附近的一些居民 那么刚刚呢 也是来到了这家小餐馆 我想问一下咱们家这个下水井 这外边流水流了多长时间了 挺长的时间了吧 那现在影响到咱们的生活了吗 已经影响了 我们都不使下水 我们在台都不使下水 就现在咱们的下水 是没法往下下水的 是吗 每个下水都是反啊 就是为了外边不挽出反水 现在已经影响到 咱们这会不能往下通下水了 影响大环境了 长寿是一个特别大的城市 周围的环境它会有影响 它有味道 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聊不了近 好几个月了 新店开业才来几天 再问一下周围领导 好的好的好的 那么我们刚才呢 也是问询了一下 住在这个附近的住户 现在已经大家为了不让这个下水道反水 已经把自己家的下水呢 停止使用了 都是用筒接是吗 那咱们把这个筒拎到哪儿去 到这个下水呢 也就是说 现在都是用筒接上这个脏水 污水 然后拎到相隔自己这个 这栋楼 大约有100米处 有个下水井到那边去 那么大家可以跟我进来看一下 由于这个地方呢 一直这个流这个脏水 这个马路上的这个小地砖已经都松动了 而且里边呢 是一个居民停车用的地方 也没有灯 什么都没有 那个脏水井还一直在晚上反水 那么这个车现在往处走 我们也是看到了啊 这个流水的距离大概呢 有10米 那么流到我们马路边上的下水 就是脏水也将近有10多米 这个环境呢 已经影响到周围住民 就居民他这个家里脏水向下排出的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不仅是下水井堵了 也挺堵新的 而且呢 我看了一下最近天气情况 从明天开始 长春的温度气温就有下降的可能性 那么这个水如果还在这样继续流下去的 就可能会有结冰的可能 然后这边呢都是老旧的小区 住的一般都是老人为主 前边呢我也看到有一根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电线 乱缠在前面还掉下来一截 所以呢在这里记者提醒大家 出入至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们也会寻找相关部门 尽快为大家解决这个下水井粉水 大家不能使用下水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就是现场的情况 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斌发回的报道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 毕竟涉及老百姓切身幸福感的事 没有一件算是小事 西方装修难进行 只因房门有毛病 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他才过来按门 然后按门的时候我男朋友在家 然后当时工人在这儿按的时候 我男朋友发现这个门有质量问题 习生换门无结果 商家又问咋的咯 第一报道今日关注 家门不信 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市民李女士是回家就闹心 要说这事还得从装修说起 装修这方案原计划进行了 可到了安门这个环节给恰壳了 从装修开始到现在已经五个月了 商家还是迟迟不给安装 业主呢也是多次给商家打了电话 先期还算接电话 后来呢是电话都不接了 那么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 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采访 10月9号 记者来到长春市六合一方小区 见到了李女士 李女士说 今年五月份家里装修时 在长春市金元家具城 红太福门业选购了三套房门 在办理了交款两尺流程后 商家也很快地为李女士进行送货和安装 谁撑想 这门安了一半 李女士就发现了问题 5月20几号的时候 她来过来安门 然后安门的时候 我男朋友在家 然后当时工人在这 安的时候 我男朋友发现这个门有质量问题 然后和工人协商 也和那个店铺的经理协商 可以给我们调换一换 李女士表示 对于锁购房门出现质量的问题 红太福门业的商家表示 需要将问题门进行返厂更换 待厂家重新发货后再来安装 可是这一等就是将近五个月的时间 这期间 李女士多次询问商家 什么时候能到货安装 但是商家却一直推迟安装日期 最后竟然干脆不接李女士的电话了 然后店家说 就是厂子最近的货比较多 然后没有时间 然后再等两天 然后我们就一直等 等了大概也有个五六天 然后再催的时候 她就一直不接电话 给工厂打电话 工厂不接 给店铺的经理打电话 经理不接 然后我们换了另一个手机号 她就开始接了 就是凡是我们的电话号 她都不接 对于商家不接电话的做法 李女士实在是无法理解 更严重的是 由于现在联系不上商家 无法确定新门 什么时候能送货安装 家里的整个装修进程 都无法继续进行 这五个独立我都没有办法 进行往下的工序了 房子一直空着 就等这个门安装 然后我现在这个门安不上 我其他的也干不了 还有那个 我本来是想 换一款他家其他的门 然后和我的装修风格 也能对得上 然后现在他们家 就迟迟不给我安装 我如果换其他家的门的话 跟我装修风格也不符 在等待新门安装的日子里 李女士发现 当初买门时 红太福门业 出具的购货定机协议备免 对于逾期交货 有着明确的规定 如果未按约定日期交货的话 商家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 现在的要求就是 他把那个我这个门的钱 烦我 然后给我进行赔偿 赔偿就是因为 我这五个多月 耽误我的恭喜 还有就是 造成我这两个 我没有办法定一样的门的话 我这个房子装修风格 我会有所改变 第一报道 松河报道 这买东西卖东西啊 都讲究个心于第一 和气生财 如今呢 这余气交货 可能是事出有因 但是这不接电话玩消失 可就真是令人不解了 没错 这凡事呢 都得有个说法 是安门还是退货 总得有个结果啊 如今既然联系不上商家 那么只能找商场方看看 这个事该如何来解决 10月9号下午 记者与李女士 来到当初买门市的 金元家居城 在李女士的指引下 记者来到了当初买门的 红太福门业了解情况 老板呢 不知道 老板不在 我不知道 你叫我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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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不用跟我说 咱们不是那个 来找你的了 我跟这个 我没关系 没有 你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不在家干嘛 你就是说你 你找服务员呢 你去找老板 找经理 你找我去用 对于记者的询问 红太福门业的工作人员 多以不知道 不清楚回答 最后竟然离开了店内 消失不见了 随后记者将此事 反映给了 金元家居城的客户服务中心 负责此事的客服经理 对于商户出具的购货定金协议中 逾期返还双倍定金的相关规定 做出了解释 这个是什么情况 这个不是定金协议吗 你这已经翻全款 跟定金没关系 正常你面对付全款 还有一个协议 那这上次是他没给你除 正常还有一个协议 那个是正常的购货合同 他不出合同是不是也有问题 对 这个是我们对他的说 跟你这边没啥关系 随后李女士向客服经理 反映了自己的遭遇 经过记者协调 这名客服经理表示 马上联系 红太福门业负责人 协商此事 在离开了十分钟后 客服经理给出了 此事的处理结果 金明家具城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红太福门业 没有为李女士出具购货合同的事 商场会对其进行处罚 并向李女士进行道歉 通过大市场经理的协商 然后商户已经同意赔偿我一个门的全款 八百块钱 还有一些额外的赔偿 那我对大市场那个经理的 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态度是很满意的 然后对商户 他要求 我要求他给我道歉 然后商户也做到了 还算满意吧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香港局势 骚乱持续四个月 有暴徒竟然将魔爪伸向了老师 有大学讲师发表 因众叛蒙面狂徒言论 竟遭到学生禁锢批斗近五个小时 除肆虐大学校园外 港铁也是暴徒的主要攻击目标 不少站点破损严重 甚至至至今未能重启服务 自香港特区政府出台 禁止蒙面规律以来 仍有暴徒疯狂打杂 7号晚间 有暴徒在香港马鞍山闹事 防暴警员在马鞍山新港城中心外 进入商场采取行动过程中 遭遇商场保安人员挡住大门阻止 最后防暴警员合力推开大门 才得以进入 昨天 马鞍山新港城五名保安级管理公司职员 因涉嫌阻碍办公被捕 共三男两女分别是马鞍山新港城的保安员 和管理公司职员 近日暴徒肆虐大学校园 竟然将魔爪伸下了老师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 曾发表反对暴力示威的言论的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 陈伟强周二被大批戴口罩或面罩的学生 围堵进行指责及批斗 期间还用激光笔照射陈伟强的面部 并暴以粗口指骂 围堵人群还推倒陈伟强三次 这群戴着口罩和蒙面的学生 围堵禁锢陈伟强近五小时 在被围堵期间 学院高层曾到现场尝试调停 陈伟强还电话报警 但学院却拒绝警察进入学校处理 陈伟强被围堵五个小时后 才得以离开现场 并于当晚离场后自行再到警署报案 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讲师陈伟强近日接受媒体专访时 曾评论港府引用紧急法定立禁止蒙面规律时 刑法不够重 应以暴动罪检控暴力示威者以止暴制乱 并促请法庭重判 然而陈伟强的言论引起一批 所谓大专学生连群批斗围堵 据港媒报道 当时理大香港专上学院院长阮博文 及副院长梁德荣等人到场调停 又安排与学生对话 但是现场学生挟逼陈伟强要就其言论道歉 陈伟强当场拒绝 只强调自己反对暴力尊重法治 其对中国人身份感自豪等立场 昨天下午在香港理工大学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举行的第二场对话会上 院长梁德荣表示 以暂时停止陈伟强的教学职务 其课堂将由其他讲师代交 院长梁德荣昨晚还表示 由于当时情况可控 所以没有让警方进入学校处理 当被问及学生的行为是否属于暴力 梁德荣又称 没见到拳打脚踢 也没见到用砖头长矛 你说这是暴力吗 至于会否追究涉事学生责任 梁德荣称 要辨认包围陈老师的学生有难度 而且学生已经当场向陈老师道歉 事情已经得到解决 对于陈伟强被学生围堵一事 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昨天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 呼吁政治势力停止入侵校园 还全港师生一个平和宁静的学习生活 声明称言论自由是基本法赋予所有港人的权利 大家应该加以珍惜 不应该因政见不同而展开攻击 这绝非文明社会和守法学生的所为 也会影响相关院校和师生的声誉 人民日报昨晚发表人民瑞评指 孙静老师是学生在发蒙之初就该学到的基本礼节 可这些学生已读了大学 为何还不懂得基本的道理 学院不让警察入校有何居心 文章支持香港的教育现状 不是会人不倦 分明是毁人不倦 有这样的病态教育 就难有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也难以培养出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孩子 香港教育界需要更多陈老师挺身而出 更需要香港相关部门实现源头治理 通过制度变革 进化土壤 为孩子健康成长 培植沃土 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涉港不当言论事件不断持续发酵 而NBA总裁在两次回忆 人为道歉 依然是变成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而他自己昨天连夜抵达上海计划 主席季前赛 并且称希望与相关部门好好去交流 不过肖华显然没有意识到事件的严重影响 原定于昨天下午举行的篮网队对胡人队赛前新闻发布会被取消 昨晚的NBA球迷之夜活动也取消了 而对于这个事情特朗普也发话了 他说NBA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昨天NBA总裁亚当肖华已经连夜抵达上海 而原定于昨天下午4点30分 在浦东举行的篮网队和胡人队赛前新闻发布会也临时取消 现场聚集了许多媒体 还有些球迷守在门口 同时酒店对面的大幅比赛广告被拆除下来 今天的媒体采访时间感情 那是不是今天了 不是今天了 上海体育总会周三宣布取消 2019NBA球迷之夜球迷互动活动 此前多位受邀艺人嘉宾 已经宣布退出球迷之夜及中国赛相关活动 NBA中国网站公布的25家官方合作伙伴中 有超过一半是中资企业 在周二当天 已有14家中国品牌公开宣布 终止或暂停与NBA的合作 其他与NBA在中国赛等不同层面 有合作的中国公司媒体机构等 也陆续宣布与NBA暂停合作 昨天晚些时候 NBA中国赛上海站的路灯宣传牌 已经作业拆除 有观察指 有关人士和NBA极力为莫雷推特誓言 找了个金牌考山 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 但却忽视了有的话题在有的国家群体中 是绝对的雷区 比如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至于中国 事实上人民日报周三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文 再次强调中国领土问题是不可谈的 文章质问如果骚乱分子在休斯敦地铁放火 莫雷是否会跟他们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 萧华在美国也面临巨大压力 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内 多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密集表态 要求NBA不要放弃所谓言论自由的价值观 不要向中国服软 有评论认为美国政客总是把商业问题政治化 如果NBA认同香港的激进示威者 无差别实行暴力的行为 就代表支持所谓言论自由的话 只会令NBA成为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工具 但是与希拉里党政客直接挺莫雷 指责NBA不同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件事上的回应比较模糊 据纽约时报当地时间9号 特朗普被记者问及对NBA事件的看法 特朗普并没有正面表态 而是拉出了一直与自己意见不一的两人 金钟勇士队主帅科尔 圣安东尼奥马斯队主教练布布维奇开始批评 称他们迎合中国不尊重美国 特朗普还对记者说 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 这台湾榨菜哥黄史聪 一名惊人的榨菜理论 这是既吃不起茶叶蛋之后 大陆人又开始吃不起榨菜了 而最近台湾节目对大陆黑科技的讨论 是越来越频繁 而台湾榨菜哥黄世聪又在节目中 再次猛夸大陆的民航飞机和AR技术 自从台湾名嘴黄世聪靠着福林榨菜 在大陆火了起来之后 不少台湾节目试图复制榨菜哥的网红模式 开始频繁地关注大陆 一会儿说大陆狮子和人都吃不饱 一会儿又夸张地吹捧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而近日 榨菜哥黄世聪又在财经节目中谈到 大陆将AR技术用在国产大型科技 C919的制造和维修上 并称之为黑科技 黄世聪激动地解释到 因为飞机的制作工序很复杂 对专业人力的投入很大 但应用了联想公司研发的最新技术后 就可以节省三分之二的人力资源 现在你有这个黑科技之后 以前要三个人 现在只要一个人做就好 所以它可以大幅地节省 而且它是这样 它厉害是它可以把整个座位流程 全部录起来 录起来之后 我会来后来你直接给工程师去看 工程师就看说 没有错 这个程序完全正确 就过了 所以也不用检验 就直接云端这样检验就好 那你看他们现在把这一套 已经用在什么 中国道很多的飞机的制造上面 全部都用到 像中国道最新的这个明航机 C919 就用了这个联想的这个黑科技 乍才哥还说 在台湾 HTC一直是深入钻研AR VR技术的 但现在联想公司 已经与之不相上下了 甚至在价格上更有优势 因此台湾的技术公司 将会面临压力 我们比较担心 就是台湾虽然也在发展 AR VR这些产品 但是因为中国大澳联想 它毕竟是产品的 这个价格比较低 把它商用化之后 哇 那可能对我们未来的 这个台湾的AR的 这个公司来说 压力就会相对比较大一点点 此外 节目中 乍才哥还与主持人 一唱一鹤 猛夸中国大陆 最新推出的民航客机 C919 称其已经可以打破 由波音和空客公司 主导的天空霸权 为什么叫C919 C当然就代表China的意思 以前是 这个飞机就是AB两架 一个是Airbus 一个是波音 所以他们这个C919出来就说 以后是ABC 三足鼎立 要去打破 现在天空霸权 这黄金周出门 幼儿人特别多 也有很多人 想借这个机会 多赚点钱 但是赚钱固然是好事 如果不顾安全隐患 把自己和周边人的 声明安全当儿戏的话 那就是严重的错误 最近在浙江的高速公路上 就上演了一幕 三车迭罗汉大战 三名90后的小伙子 在整个询问的过程当中 还一脸笑嘻嘻的 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三辆货车以车上装车 车上再装车的形式 叠在一起 这被交警戏称为 三车迭罗汉 然而还不止如此 相同装运方法 一共有三辆 交警从监控中发现后 赶紧前往截停 只是前两辆 再行驶到东阳时戏掉了 剩下这一辆 正好被交警逮个正着 你们自己看一下 大家拉的货 拉的车 你看看告诉我 安全吗 不安全 交警了解到 三人从山东到沥水 给老板送货 每人能赚2000多块 这三个司机还都是小伙子 一个96年 两个93年 被交警拦住后 也不知道是觉得不好意思 还是不够严肃 整个询问过程都是笑嘻嘻 交警非常无奈 全程都是非常严肃 跟他们讲解安全规范 不仅如此 其中有一名司机 还穿着拖鞋 半拖鞋 好好地使用 让你整身拖鞋的事 连开车不能穿拖鞋都不知道 难怪交警要发出灵魂拷问 你才考几年证 庆幸的是 这样三车跌罗汉 没有造成什么事故 交警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理 每人罚款100元 并计一分 同样是新手上路的 还有广州佛山的这位司机 但是他却还没过实习期 就违规上了高速公路 国庆期间 在高速路上 一辆小型面包车停在应急车道上 却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而司机就站在车旁抽烟 民警发现后 立即上前了解情况 车口烟走是吧 没有 问你说实话 到底干什么 民警随即检查司机的证件 果然发现了问题 原来司机的驾驶证领取 居然未满三个月 车上几个人 在了解清楚情况后 民警决定对司机开具处罚决定书 就在这时 司机递给民警一包纸巾 打开一看 里面居然另有玄机 原来司机在纸巾里 加了五百元现金 想当作好处费买通民警 你看 你看 民众行为叫 秦桧之马军员 那可不是 花点钱 扣点分为止 拿回去 好 你少陪雪的 你这堂哥好都不教你 光教你这些 最终 该司机应在实习期内 独自驾驶机动车上 高速公路行驶 以及 非紧急情况下 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上停车 被处以 继六分合罚款 四百元的处罚 随后 民警将其代理 驶出高速公路 打平得不得 落点实在刻 国庆假期已经远去 被家长催婚的场景 也已经成为了回忆 然而 再过一个月 对于单身的朋友们来说 又将迎来一个难熬的日子 那就是双十一光棍节 所以这段时间 又成为了 相亲的高发期 就在几天前 在吉林市的北山公园里 就举办了一场 大型公益相亲的联谊会 现场来了很多的家长 每个人都拿着儿女的资料 互相了解 彼此介绍 希望能够遇到有缘的人 活动的组织者何女士说了 她已经通过这种方式 帮助了三十多多年轻人 成功牵手 虽然当代有很多的单身青年 比较排斥传统相亲 对于父母的眼光 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但是依然不乏 走入婚姻殿堂的成功案例 这也让那些心急如焚的 家长朋友们看到了一丝的希望 可以说 何女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谓是大功一见 美中不足就是 到现在为止 自个儿的孩子还单身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 何女士的良苦用心 显而易见 在这儿呢 我除了要预祝 相亲大会越办越好之外 更要替何女士 对她的儿子说上一句 大兄弟呀 败挑了 再等下去 黄花菜都凉了 赶紧领个媳妇回老家 让爹妈省省心吧 说完了找对象的 咱们再说一个有对象的 9月26号 在江苏的常熟 逃犯父母 在面对民警盘查的时候 企图谎报假名 猛哄过关 然而 女友的微信 却让她露了相 当时啊 她的女朋友要求 微信语音通话 为了避免露出破绽 怎么办呢 这个父母啊 选择直接挂钻 这一下子可倒好 女朋友来脾气了 连发了十几条语音 进行质问 虽然呢 一批我没在场 不知道具体的聊天内容 但是不难想象 不难猜测呀 说的无非就是 你搁哪呢 你要干好 倒肥了是不 敢挂钻舞啊 看老娘怎么收拾你 由于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反复地提到了 父母的真实姓名 所以这个父母 想要抵赖 也是白扯 只好认栽 我估计就在那一刻呀 她肯定是咬着牙根 骂自个儿的媳妇 这败家玩 竟给我惹祸 但是在民警看来 父母的女友 可是提供重要线索和证据的 关键人物 算是功不可没呀 刚才说的那位呀 是咎由自取 下面说的这位 就有点得瑟没够了 10月8号的深夜 在杭州的马路上 传来了阵阵轰鸣声 知道的 这是有人开着跑车在炫耀 不知道的 还以为火车进城了呢 有市民举报 说有一辆法拉利跑车 在市区内疯狂的加速 噪音长达40分钟啊 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 次日呢 交警找到了该车的驾驶员 发现就这辆车啊 存在着多条违规的记录 因此被当场扣留 很多市民拍手称赞 网友更是留言 说真是大快人心啊 其实啊 类似这样的情况 在我们的身边也时有发生 尤其是在晚上 在一些这个商业繁华圈 是吧 总能看到有个别人 开个敞篷 就不知道咋地好了 支个大灯 放个低音炮 踩着油门嗷嗷叫 那动静啊 就跟拖拉机似的 我也是真搞不明白啊 有啥值得去炫耀的呢 这是马路 不是赛道 再好的车 不一样堵得 没找没落吗 送给这样的人一句话 低调才是最牛的炫耀 下面所说的这件事呢 很让人感到气愤 国庆期间 广西南宁的动物园里面 出现了一只苏卡达鹿龟 这种龟啊 主要分布在非洲地区 所以对于咱们 中国的游客来说呢 也算是难得一见 但是工作人员 却在龟壳上 粘了一个筐 用来承接游客 投出的硬币 这种利用动物 捞偏财的方式 让很多人无法接受 更让人接受不了的 是身旁啊 还插了一面国旗 难道说 这是在向国庆献礼吗 但这个礼献的 可真不咋地呀 大家都知道 国旗是庄严的 是神圣的 怎么能如此展示呢 更有懂航的游客呀 质疑饲养环境恶劣 说苏卡达鹿龟呢 是宾威的野生动物 不应该生活在贴着瓷砖的池子里面 这完全不符合他的生存条件 事后动物园方面呢 也做出了表示 会尽快地调整方案 改变现状 不得不说呀 一系列的低级错误 让我们开始 对这家动物园的管理 产生巨大的质疑 在五湖四海的中外游客面前 最先考虑的问题 竟然是怎么有效地去赚钱 看来这工作人员 真是掉前眼儿里了 恳请他们擦亮眼睛的同时 也把心擦得干净一点吧 好了 今天咱们就得不到这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吉时传媒 视频专家服务道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2018年10月26号27号 辽人市公安局南康分局家区内 接连两天发生多起聚众斗殴案件 民警在侦破这起恶性案件同时 还打掉了一个制造买卖 邮寄枪支弹药的窝点 聚众斗殴的两伙人 共计20余人 他们分别是以刘某鹏和董某萍为首 在东方广场 兵工厂门前 向阳山正门广场等地 持搞霸 匕首 砍刀等器具互相斗殴 造成多人不同程度受伤 多辆小轿车被砸 因为当时犯罪嫌疑人 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然后他们就选择不外 选择饲料 掌握这两个团伙的犯罪事实之后 民警主动出击 涉案人员也相继落网 在审讯过程中 一条信息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双方谈判共同 就是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 他持了一把枪去谈判 然后我们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特别重视 听到这个信息 民警很震惊 经过进一步侦查 当天谈判中持有枪支的为董某 通过董某 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把枪 在这个犯罪嫌疑人西风的家里 将这个枪那个搜查到 他这个枪是来自于一个 他的朋友高某 然后但是这个高某 当时已经隐匿到江苏省 经过专业部门鉴定 涉案枪支弹药均为国家 严禁制造买卖私有的枪支弹药 杀伤力巨大 介于该案件的重大 辽元市公安局南康分局成立了专案组 抽调精干警力 赶往江苏省昆山市开展调查 并很快将高某抓获 经过审讯 高某承认曾经贩卖过两把枪 但至于其他情况拒不交代 不过他手机上的两个微信号 却出卖了他 经过审讯高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高某从2016年开始 就在辽元一起 开始组装这种气墙 然后向其他省 其他地区开始贩卖 高某交代 他通过微信联系买家 两年多的时间 共贩卖枪支20余把 另外他还交代 这些枪支都是他自己组装的 而且组装的水平越来越高了 高某主动还向我们交代一起 他现在不但组装这个气墙 他已经发展到啥程度 他发展到可以通过自己 来制造这种仿64 纯火药手枪 然后还制造出来仿64子弹 随后民警在高某住所搜查到 仿64制式手枪一支 气枪两支 仿64制式子弹79发 千弹2000余发 各种子弹模具工具 零件数千个 随后民警通过高某提供的买家信息 开始对高某贩卖出去的枪支进行收缴 通过他交代的我们赶赫西方 还有吉林长春 还有河南平陵山地区 追缴7枪手枪攻击26支 此案嫌疑人被30多人被采取枪的措施 此案的破货是连世界史以来 最大的一起枪案 为社会消除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经过近一年的侦查 一个在辽园制造买卖 邮寄枪枪弹药的窝点 被警方成功打掉 该案件已经侦查结束 目前已移送至辽园市 龙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第一报道 永平管言报道 开车看手机危险性不言而喻 而在十一期间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 延吉分局和一通分局 查处了两例 开车看手机的违法行为 我们下来看一看 10月1号9点左右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 延吉分局民警 在网上例行浏览时发现 有一段网友上传的视频中 一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客运车辆 驾驶员在行驶途中 多频次观看手机 具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分局交管大队 立即对视频中 车辆进行甄别排查 视频中 客运车辆车牌号为 及H1 尾号为63 行驶路段为延吉 至图门段 细延边州 某运输公司所属车辆 并固定到具体驾驶员为李某 民警则令驾驶员李某 立即前往延吉分局 接受处理 当时你干嘛 当时我就通了几下电话 几下 通了那几次 你们开车没说 就说在开车时 不要看电话 说了 我答应了 交通安全法上不也说了吗 这是怨我 在行驶时中 有防御其他回合行为 不行 一车人生命啊 你就能玩 我也答应了 因为我一直走 没两座超车 一直走 就电还下 我现在也不防御 那好几次 你看那录像 要是在市里头开 我也不卡 高速是更重的 那一要是不就穿完了吗 不是吗 你私下车都不能够干 不犯 你现在根本发现 你自己错误 你知道吧 一直到 一直到 你是啥的意思啊 这意思的 我现在 我说这载载 如果是载载翻车了 我告诉你 你现在就得进监狱了 你拿人生命当玩笑 你吃点饭的 当天下午5点29分 严吉分局民警 依法对驾驶员李某 实施驾驶时 有其他防案安全行为的 违法行为 出以罚款200元 即二份的处罚 10月2号下午 严吉分局对该车辆 所属的延边州 某运输公司进行约谈 后经了解公司针对此事 已经发布公开道歉信 开除涉事司机 做出客车停运整顿的处理 无独有偶 10月6号 有网友爆料 长春至辽园的客车上 司机在高速上 不止一次地看手机 玩微信 打电话 10月7号上午10点 省高速公路官局 一通分局 针对网友反映的情况 约谈了所属的客运企业 吉林龙园 辽园运输有限公司 一分公司 驾驶员赵某波 被处以200元罚款 驾驶证积二分的处罚 同时运输企业 对驾驶员 做出了下岗 一个月的违约处理 第一报道 通讯员讲迪 理想报道 野广告通常也叫小广告 因为其量大面广 无孔不入 难以根植 被形象的称为 城市牛皮雪 已经成为全国 城市管理的一大顽疾 近日 长春市城市管理委员 办公室就针对野广告 打了一场歼灭战 10月9号上午 记者来到了亚太大街 与南湖大陆交汇处 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 该小区属于开放式小区 走进小区后 随处都能看到 私自张贴的非法小广告 而楼道里张贴的 非法小广告就更多了 几乎是无处不在 没人给贴的 都是大块小块 我都用手 你倒上去卡 我感觉 不太文明好像 应该贴着 应该贴着地方去呗 那个门 你说贴着花了火烧的 瞅着也不好 这些被称为 城市牛皮险的小广告 不仅影响了居民的生活 而且对城市的形象 也造成了影响 非法广告目前呢 主要有这么几类 一个呢是违法内容的广告 比方说办假证 办印章 放高利贷 第二类呢是各类的开锁广告 这个也比较多 第三类呢就是各类家政 家政服务的 通下水 或者是售卖房屋的 针对非法小广告的反弹 和群众投诉多 反映强烈的现状 长春市城管办 决定对野广告 打一场歼灭战 一呢是 对发现的非法广告 一律进行清理 第二个 对这个非法广告 一律进行立案处罚 对张贴图写非法广告的 处一千到五千元的罚款 对发布非法广告的 处五千到一万的罚款 对情节严重的 要处一万到五万的罚款 对非法广告中 标明的电话号码 我们一律 移送通讯管理公文 予以停机 第四个呢 就是对非法广告中 有违法内容的 一律 移送公安部门进行侦霸 另外对于目前小区内 张贴的非法小广告 如何清理 在此次动员会上 也明确了责任 就是对没有物业管理的 老旧小区 由咱们街道 组织相关社区 进行清理 对有物业管理的 这些居民小区 由咱们街道办事处 督处物业企业 进行清理 对不履行 物业管理指责的 进行约谈 对它进行处罚 今后针对非法小广告 还将建立由 城市管理部门 管理单位 物业公司共同负责 非法小广告 日常清理的长效机制 对非法喷涂 粘贴的各类非法小广告 全面清理 不留死角 第一报道 永平 赵金新报道 第一报道 纵览天下 来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咨询 9日 第二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 品品品鉴活动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有来自日本 泰国 越南 韩国 俄罗斯 巴基斯坦 柬埔寨等地样品 45份 中国优质水稻生产省样品 206份参与评选 第二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 于10月10日至10月14日 在哈尔滨举行 稻米品品品鉴是大米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10月9日 一艘书军船在广东省静阳市西南方向海域 遭遇风浪发生险情 船体进水后沉没 14名船员弃船逃生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 立即派出救助直升机前往释放海域 预险船员逃生过程中 被其他货船救起 救助直升机将全部预险船员 接上直升机后返回陆地 14名预险船员无人受伤 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 启动了白鹤梁铁克保护工程 并于2009年在水深40米处 修建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这是世界首座 非潜水可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 今年是博物馆洛城开馆第10年 如今人们可以乘坐90米长的自动扶梯 下行来到这个长68米 外径约3.8米的参观廊道里 通过23个观景窗 可以清晰地看到保护罩内 浸卧水中的白鹤梁 世界卫生组织8日 发布首份世界视力报告 指出人口老龄化 生活方式改变 以及获得眼科护理机会有限 是全球视力障碍人数 不断增加的主要因素 报告呼吁各国加强眼科保健工作 报告估计全球至少有22亿人视力受损或失明 其中至少10亿人的视力损伤问题 或本可通过预防避免 或尚未得到妥善处理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 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来自美国的科学家 约翰·古迪纳夫 斯坦利·惠廷厄姆和日本科学家吉野章 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领域做出的贡献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学委员会介绍 轻巧可充电且能量强大的锂离子电池 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手机 笔记本电脑 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 并可以储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大量能量 从而使无化石燃料社会成为可能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机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党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继续代表新闻 10月8号晚7点20分左右 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 延级大队特勤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位于延级市东近街北侧 一辆货车发生自燃 情况十分危急 具体的情况到救援现场看一下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经查看发现 一辆货车停在路边 起火部位为车头位置 火势较大且不断扮有黑烟冒出 了解情况后 消防员立即出水枪 对车头部位进行灭火控制火势 很快明火熄灭 但车厢内仍有大量浓烟冒出 消防员随后又打开车门 从车内进行灭火 随后消防员打开车头 对油箱进行冷却降温 防止油箱过热发生危险 并对细节位置进行检查 防止死灰复燃 经过大约十分钟的处置 火灾被成功扑灭 幸好货车油箱完好 无漏油现象 车上没有装载货物 无人员受伤 第一报道 王玉通讯员 沈浩林报道 10月1号晚 四平市消防救援指挥中心 街道群柱报警称 卫校路有一家烧烤电气火 接到报警后 英雄大陆中队迅速调派 两辆消防车和十名消防员 火速前往火载现场进行处置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 经侦察发现 明火通过烟道 向上快速蔓延到五楼 且火势熏猛 现场伴有浓烈烟气 情况十分危急 消防员立即分为搜救组和灭火组 同时处置火灾 灭火组立即出水枪 对明火进行打压 并架设梯子对火势进行检查 防止死灰复燃 搜救组进入楼道 搜救与疏散同时进行 疏散群众六人 救出一名婴儿 经过二十分钟的紧张战斗 火灾被彻底扑灭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前不久在云南玉西某高速公路上 一辆快速行驶的货车突然失控 飞出高速 翻滚坠入八十多米的山崖 幸运的是 车上两名驾驶人员 均受轻微伤 无生命威胁 据了解 当天下午13点55分 一辆普通货车沿道路边坡 驶出路外 坠入八十多米深的山崖 鹅山中队巡逻警组 在巡逻制离事故现场200米左右时 通过对象机得知该起事故后 迅速回复 立即前往处置 到达事故现场后 民警发现在一护栏拐角处有撞击的痕迹 护栏外面的树和草丛有被碾压的痕迹 而在护栏外的山坡上 有一个人正往上爬 民警立即将他拉了上来 询问后得知 他正是车上其中一人 驾驶员还在山崖下 腿部受伤 民警顺着山坡上的撞击痕迹进行搜索 终于在坡底处 肇事车辆附近 找到了受伤的驾驶员 由于腿部受伤 民警和辅警轮流将驾驶员 背到了高速公路上 随后120救护车将两名受伤人员 带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 目前两人均受轻微伤 无生命危险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 行车在路上 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 最怕遇到的就是不靠谱的司机 自己有危险不输 往往还会影响到其他司机的行车安全 前两天一辆红色的小轿车 在高速路上行驶时 突然间忽然在快车道上 缓缓地倒车 咱们一起看看 视频监控可以看到 在浙江的一条高速公路上 一辆红色小轿车 突然在快车道上减速 并停了下来 后方的车子纷纷减速 变道避让 这一惊险的过程 足足持续了三分多钟 直到四分多钟后 红色小轿车等到后方车少的时候 立即横穿车道 变道下了车道 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分钟左右 看到这个系统中出台了 但是导航还叫你在开 对对对 然后你觉得不对啊 对对对 但是你发现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开过头了 不是我发现的时候 就有点 接着停在 又左边方向的 又边方向的 又边方向的 靠近那个硬机车道这里的 后来我说 倒车倒在这个位置 你说硬机车的倒车倒到超车道上去 超车道 警方通过人相比对 找到了司机黄某 当时车上还有他八岁的儿子 黄某说因为路线不熟悉 看到下高速的指示牌后 导航却依旧让他前行 自己以为开过了头 犹豫了一下 便决定倒车 不知道那个高速公路上 是不允许倒车的 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当时倒车的时候 是很危险 可能会被别人撞 有没有这种意思 这意思也随后开了头 最终黄某因驾驶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 交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 并计12分的处罚 禁毒民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 因为不少毒贩都是穷凶极恶 有时甚至直接拿性命相搏 而面对毒贩掏出的匕首 湖北一名禁毒民警 毫不畏惧 移手挡刀 附上之后 仍追击毒贩一公里左右 直至将毒贩期货 事发在10月7号中午 湖北公安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 将刚抓获的一名吸毒人员 送入拘留所后 又接到线索 一名贩毒人员出现在当地 斗湖低震 身上可能携带有大量毒品 四名民警来不及休息 在经过连续五个小时的 缜密侦查后 当天20时50分左右 锁定贩毒人员五毛踪迹 在一个巷子附近 民警对五毛形成合围之事 要求其接受调查 五毛见状 立即转身逃窜 民警立即追赶上去 五毛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 挥手刺向民警 由于向内灯光昏暗 且空间狭窄 一位民警来不及躲闪 迅速用右手割挡防卫 手臂被划伤 鲜血淋漓 这名禁毒民警固步上伤口 继续与五毛展开搏斗 五毛将随身携带的毒品 丢弃在路边 边挥舞匕首乱刺 边夺路而逃 民警强忍疼痛 坚持追捕 并在同事们的合力之下 在约一公里外将五毛抓获 完成抓捕后 这名民警才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富商民警的右手臂缝了气针 在包扎完毕后 他又立即参与到 对五毛的审讯工作中 民警从五毛身上搜出 毒品麻果168颗 并在抓捕现场 搜到五毛丢弃的 毒品麻果800颗 对此网友纷纷 为这位禁毒民警点赞 向真正的勇士敬礼 你是好样的 为英雄点赞 愿您早日康复 目前这一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在10月4号湖北前江 有一名司机在进入收费站的时候 连续撞倒了多个水马发生测房 交警询问他 为什么不踩刹车的时候 他的一句话让人无语 他说踩了 但不知道踩的是刹车还是油门 这事情发生在10月4号 地点在湖北前江的一个收费站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一辆汽车直接冲了过来 然后就一股脑的朝着收费站撞了过去 而且当时还是连续撞了四个水马 最后导致自己的汽车翻车 民警赶到事故现场 得知女驾驶员并未受伤 上来瞧了一眼旁边 瞧了一眼旁边 你自己肯定要看路 当时开多快 你都看着撞的还要很远 你开不快 你撞的水马没踩刹车 踩了 当时我不知道踩的刹车 踩的油门 警察驾驶员在进入收费通道时 没有注意前方 驾车撞到分流水马 慌乱之中又猛踩油门 车辆左侧撞上安全岛 最后车辆竖在收费站通道内 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在同一天 浙江盛州一辆公交车上发生了乘客殴打司机的恶劣事件 该乘客为一名老人 他在车辆经过一处无站台路段时 要求司机停车让他下车 司机拒绝他的要求 最后司机跟他解释为何不能停车 但老人就是不听 于是两人发生争吵 到了车站老人不下车 司机突然启动车辆再次出发 不过这时老人突然走上前 用手里拿着的茶杯狠狠地砸向司机 司机反应很迅速 立马紧急制动车辆 然后挥手阻止老人暴力行为 但鼻梁还是被砸中出血 这时车上其他乘客也反应过来 纷纷上前帮忙制止老人 司机当机报警 打人的老人当天上午被刑事拘留 受伤司机被送往医院救治 留院观察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在这两天 天气是阴晴不定 这个增减音物是必要的 并且一定要看好这天气预报了 今天半晚版的节目就这些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